很多花友养猪顶红 都很难让它长很多的小侧球出来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 原来的这一个种球 现在密密麻麻 长了一圈猪顶红小种球出来 大家看到吗 满满的一圈 这个花盆都被撑破了 那么具体怎么养护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发现猪顶红开完花了 没有开第二次花 就马上给它改用这种 球根植物性营养液 因为这种球根植物性营养液的话 它可以让这个猪顶红的种球 储存更加多多营养 这样的话才能有足够的营养 来让这个猪顶红长一些小侧球出来 这个球根植物性营养液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每次浇水的时候 给它兑水就可以了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然后等到这个土养干透了 再给它浇 这样的话就非常有利于它 长一些小侧球出来 因为好一点的猪顶红种球是比较贵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来让这个猪顶红长更多种球出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来移栽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